到底什麼樣的強勁對手讓美國打不贏呢 今天晚上我們為大家解密五角大廈的檔案 他們手度坦誠 擋不住外星人入侵 甚至第一次五角大廈以外星人為目標 要開發新武器 觀眾朋友 這恐怕不是唯言聳聽喔 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兩架F35 半飛拜登的專機 就在空中加油的時候 居然 你看到沒有 被拍到的不明光點在破鏡 是幽浮嗎 白宮跟五角大廈到現在 三間其口吶 美國的五角大廈 是美國的國防部 以及最高軍事的 這樣的一個設施所在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築物 最近它解密一個文件 你就知道這文件有多重要了 這份文件說的是 美國目前對於不明飛行物 我們講UFO 現在他們有一個最新的定義 我這邊順便跟觀眾朋友報告 叫UAP 叫不明義務事件 說他們沒有任何抵擋的能力 追蹤的能力 分析的能力 保護的能力 好啦 那介紹長最後就說 那好吧 那就麻煩你開發新武器 什麼 這是美國國防部解密的文件 竟然他們沒有能力 還要開發新武器 好 結果剛剛主持人講到這個事情 我認為很可能會引發這個 全域域不明義務辦公室 更加趕快跟國防部發明新武器了 就 不明飛行物現在已經直接就 劍指你 美國總統拜登的空軍一號專機嗎 好這個事情呢 發生在去年12月的時候 當時拜登的專機在畫面當中你有看到嗎 來 空中一號就是最大的那一件 那一架 他當時是飛到洛杉磯要準備去募款 那他在準備要降落洛杉磯國際機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空軍一號旁邊是不是有 兩架F-35半飛 還有一架空中加油機 空中加油機是要幫F-35加油的 結果呢就剛好有個飛行迷 航空迷 他想要拍這個空軍一號降落的過程 結果不小心被他意外拍到我們紅旋全住的那個地方 就是不明飛行物 這個不明飛行物 清楚到連美國的國防部都不是該如何解釋 所以乾脆就不解釋了 這個不明飛行物當時的過程我稍微解釋一下 來 當時拜登的空軍一號他不是要降落嗎 要降落洛杉磯國際機場就會 就會開始怎樣 叫空中管制 叫臨時空中管制 因為我美國總統要降落 所有人不能靠近 那結果呢 剛好因為他降落嘛 那美國的F-35戰鬥機 他在空中加油機要給他加油 就這時候 那個不明光碟剛剛咻咬過去 他掃過了空中加油機 我們再看一次 他掃過空中加油機 等於是非常的囂張 我直接跟你宣誓 我才不鳥你什麼叫做臨時空中管制 我就是要來靠近你 各位 兩個疑點 第一 既然都已經臨時空中管制了 怎麼可能會有任何飛行物呢 第二個 他如何能用這麼快的速度 少過F-35 美國最先進的第五代戰鬥機 跟空中加油機的法眼呢 所以這個畫面當時公布 所有人就全部傻眼 你再結合剛剛 全域域不明義務辦公室說 我無能為力 最終分析保護 看來真絕非空虛來風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會曝光了五角大廈 他們的這一份極機密的檔案 他們手度坦誠 沒有辦法應付來自於境外的反客 因為離奇的事情相繼發生在美國 剛剛是拜登的專機 被不明飛行的物體的光點 這麼快咻過去 再來一樣在美國 邁阿密600輛的警車 突然一起出動 這多大的陣仗 他們要幹嘛 美國現在是已經 承認外星人的存在 承認不明飛行物的存在 不是有沒有的問題 是有沒有能力保護的問題了 結果現在我們講到保護 今年的年初 就是跨年1月1號的時候 在邁阿密的商場 突然集結了大批的邁阿密警方 有人說大概來了六七十輛警車 有人說甚至來到後來 入戲增援到六百輛警車 從空中舞拍的畫面 是民眾提供的 這些警車大批警力的集結 到底要幹嘛 我問你喔 六十輛警車 你一輛警車就算 只算兩個警察 你看看這個陣仗 驚人耶 那個陣仗 簡直是整個馬路都是警車 有人說 我再講一次 六十輛有人說到六百輛 我就以一輛警車 配備兩個警力的話 都有到 一百多名到一千名警察 你幹嘛要突然來到 阿密阿密這個購物商場 結果呢 後來拍攝者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畫面裡面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有不明觀點 終於有人知道答案了 你看 這個拍攝者 當時他說 我拍攝到警車的正前方 出現了一個巨大的 這個不明異物 就我們剛才講UAP 他就緩慢的移動耶 對 這個不明異物 絕非人的高度 因為人的高度 大概了不起 籃球選手也要兩百公分 他高達三百公分左右 而且這個不明異物喔 他就直接堂而皇之 從我剛剛講的 六七十輛或者六七百輛的警車 與警力前面走過去 我管你又是警力 我就從你從那邊走過去 那這個三公尺的巨無霸 到底是什麼 好 那他們就拍攝者 還有很多的目擊者都說 那就是一個外星人 堂而皇之公然出現在 新年一月一號 邁阿密的購物中心的人潮中 那因為大家看到會怕 所以引發了逃跑 動亂 踩踏 所以警察其實本來一開始 是接貨到說 那裡有騷亂 他們就來 那來的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騷亂是這個 我們就姑且先稱他是外星人 因為外星人造成民眾的騷亂 好 我這個稍微要平衡兩個說法 第一個呢 後來美國警察呢 他就很曖昧 他就愛說不說 他就講說沒有啦 其實那個不明的光影 三公尺高 沒有 那有沒有可能是 兩三個行人走在一起 所以空中拍攝 把他拍成一個碟影 他到底來說什麼 其實我沒有聽得很懂 這明明看起來就是一個 半透明的灰色的 三公尺的一個 不明異物嘛 那第二個警察又說說 我們去那邊其實不是為了什麼不明義務啦 那去那邊幹嘛 出動這麼多六百輛警車 你看這畫面 對 他就說什麼 有年輕人在那邊放鞭炮 然後我們去那邊勸導 你去勸導年輕人 你要出動六百輛警車 不過 為何後來都會直指 只好說UFO也好 UAP也好 為什麼 還有另外一段畫面 這一段畫面是有民眾 他很奇怪喔 他先拍建築物 再拍手 看到沒 我看一下喔 借搬建築物 然後再拍手 最後他拍什麼 就這個 不明飛行物 同一個時候 地面上六百輛警車 在圍捕一個奇怪移動的 三公尺高的物體 對 然後在附近的天空 旋停著這不明的光點 那觀眾朋友你去連結嘛 邁阿密的民眾又不是沒有腦袋 他想也知道 1月1號我在空中發到不明飛行物 接下來在公務中心又看到有 龐然不明異物在那邊攻擊人類 這個太奇怪了 好中博給我們看到的是 邁阿密的現場 同樣的美國 Las Vegas居然有一模一樣 非常類似的特徵 一樣很高 很巨大 一樣會發光 這發生在去年 好我先講 當時911 他們那個警察的電話 接到說 有民眾說他們後院出現了 不明霧的墜落爆炸聲 然後呢 這個民眾去查看 就發現有這個不明異物 就外星人了 那這個畫面呢 就是剛剛我所說的 有沒有 不明飛行物 墜落在某民宅的後院 但拍照的人是誰 不是那民眾 是警察 我再講一次喔 Las Vegas的警察 他的密錄器拍到了 有一個不明綠色的光點 就是不明飛行物 墜落的過程 會不會是流星啊 那我覺得這個觀眾朋友 你去看 當然每個人都有 他判斷的這個角度 但我個人覺得那不像流星 而且警察也不是笨蛋 他說他當時看到 他覺得他毛骨悚然 為什麼 因為他拍照之後沒多 他當時在出情嘛 他拍照了 結果他剛好這個 這個不信電就傳來說 欸我告訴你啊 附近有一個民宅說 募集到外星人 你趕快去處理 自己還心裡想 哪有那麼巧 我才用密錄器 剛剛拍照了一個 不明異物墜落 然後就隔幾十分鐘之後 就有民眾說 他家後院出現外星人 所以他去處理的時候 他說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那個報案的民眾說 那個外星人還會攻擊人啊 但是他在他家後院看到 那兩個不明異物外星人 是呈現大概快三公尺高 但是比較恐怖 他說他的呼吸聲很大聲 非常大聲 然後第二個 他說他的那個 內槍啊 是激進透明狀態 他可以直接看到 他的胃在乳動 透明的 對 那你去 綜合他所述 他說三公尺高 他又說有不明飛行物 墜落 他還說有呼吸聲 就警察就去叫 附近民宅監視器 好 證明他講的是真的假的 真的 民宅也有拍到不明飛行物墜落 也有拍到當時寧靜的社區裡頭 出現了一種很奇怪的 很不像地球 會發出生物的那種呼吸聲音 我問你縱貫所述 真的 但是他們移動過來 來看到不只美國 印度 印度機場兩架飆風戰機 都已經升空準備迎戰了 居然被完殘了 你根本飛不過他 印度 看到兩台 我們講的 Raphael的這個 法式的空中 飆風戰機 飆風 好 大家就知道 出事了 那再加上 後來民眾提供了這樣 募集的影像 才知道說 管制的原因是因為 有不明飛行物出沒 出沒到印度 印度政府 軍事排名全世界前十 他們派出了兩架的飆風戰機 竟然追這個不明飛行物 而且還封閉機場 還管制三小時 造成機場秩序大亂 就為了畫面中 洪框捐助的這個不明光點 結果追到了沒有 沒有 那印度政府 對於沒有追到 這不明飛行物 還非常的生氣 因為 你直接 指導黃龍 國際機場秩序 位之大亂 把印度軍方 完全不放在眼裡 而且最讓他們 裡面無光是 兩架飆風戰機 竟然都找不到 好 我們再來看到 一樣 那是什麼光 蘇格蘭的上空 這個要怎麼解釋 蘇格蘭這個 看起來比較無害 但是令人毛骨悚然 所以有一位民眾 他說 他不及到天空 有個發光的藍色 不明飛行物 他就立刻拿手機出來拍攝 那拍攝 我們畫面當中 近距離看了 可能也許因為放大的關係 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我 引用蘇格蘭這位民眾的描述 他說呢 他當時放大看之後 發現這個不明飛行光點 看起來呢 又有一點點像是不明生物 有點搞混 不明飛行物跟不明生物 兩個差很多 他說因為他放大之後 覺得他很像天使 那如果真是天使 那是一個很巨大的天使 還是說是一個不明異物 就外星人長得像天使 不曉得 因為他說有翅膀 所以根據眾多目前很多的 不明物 不明生物 不明義物的目擊事件 難怪美國政府會去解密 現在他們已經承認有外星人 所以外星人已經不再是 有沒有的問題 而是有沒有能力 保護地球人的問題了 美國海關跟邊境保護局 最近呢 一口氣釋出了 時部跟幽浮相關的影片 其中一段畫面 我們給大家看到 圈起來這個 不明飛行物體速度之快 前一秒還高速潛入海中 隨即又破水而出 什麼樣的飛行器可以飛得 如此的快 重點是 美國怎麼會選在這個時候 大量公布 應該是極機密的影片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 到底真有優福嗎 事實上 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 地球人跟外星人的 真槍實彈的戰爭 也在美國 我們來看看 最後誰贏了 上個禮拜呢 美國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公布了一件 UAP事件的影像 所謂UAP指的就是 不明空中現象 這段畫面呢 很多人沒看過 就是你看 右邊有一個A10的攻擊機 美軍的A10攻擊機在飛 但左邊呢 卻有一個U幅一直在尾隨著它 而且呢 它的形狀 就是成一個小圓點而已 我先來給大家看體積 它跟美國的A10攻擊機 比起來真的很小 但是你我小 但我速度跟你一樣快 而且呢 我從頭到尾呢 完全可以追著你咬死不放 只差沒有攻擊而已 所以這段畫面就會發現 A10攻擊機 雖然我們知道它 2029年就是要退休的 一個老攻擊機了 但是 再怎麼說 後方的不明飛行物 能夠這樣的咬死追蹤 Lock你 我認為後面的這個速度 以及它的科技 一定是非常令人難以想像的 這段畫面 總統給我們看到的 那是油豬耶 油豬攻擊機是對面 對地掃蕩最恐怖的殺氣 結果這個不明飛行 我說幽浮好了 它為什麼挑上了油豬 而且這個地方鬼滅一般 如影隨形 你飛多快 我就咬死你 事實上呢 這個球狀物體 不明飛行物呢 它挑釁的成分居高 因為它從頭到尾並沒有飛過它 也沒有在它面前做一些 耍花槍的花式飛行 它就是咬死你而已 而且為何我說是挑釁 因為當它對油豬攻擊機挑完性之後 它竟然又對地面上 一輛16輪的軍卡挑釁 來 在畫面當中有沒有看到 那16輪軍卡是不是停在那 而這不明的球狀飛行物靠近它 這白色的那個點點 而且這靠近它還懸浮在那 有點滯空飛行漂浮的 為什麼這樣科技能力啊 各位我講到這邊 這個影像 不再是以前一般人 目擊者用手機公布 是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好 剛主持人提到 為什麼最近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突然好像就是不設限的 把磁部的 不明飛行事件的影片 往上傳 其中有一個 很多人看了還說 這個我看過 就是2013年在波多里各的阿瓜底亞基地 被人目擊 當時有一架飛機正往左邊飛行 可是它的後方有一個不明飛行物 快速的飛越陸地 這個不明飛行物在飛越陸地之後 可能你以為它大不了就是 以極快的速度消失在你的曝光之中 不 它竟然在你眼睛前面表演 它從陸地再砰一下 迅雷不及掩耳飛入海中 飛入海中之後 那你會認為 那可能就是一個 快速的不明飛行物體 可能墜落了 掉到海裡面消失了 沒有 我剛剛一直講 它在表演 它從陸地快速飛行之後 掉到海中 它再從海裡面 飛出來 竄出來 就像那魚 那種很大的那種海怪生物一樣 從海中竄出來之後 然後再第二度飛入海中消失 為什麼它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因為它就是要讓你看到 它超越地表科技的飛行能力 這出現在波多黎各的阿瓜迪亞 雖然第二次串出 最後還是消失在海裡面 其實美國的海軍 對於這些所謂的 幽浮不明飛行物 也常實有所聞 我們來看2019年 當時美國的奧馬哈賓海戰鬥艦 在San Diego的外海 結果被水手們 目擊到有一個球狀的飛行物體 你看正前方 在他們的這個顯示屏上 它一樣是在海面上方 呈現懸浮盤旋 滯空的狀態 讓你拍個夠 讓你看個夠 左右 左右 你看清楚了嗎 你可以再近一點的那種味道 然後它才潛入太平洋消失 那因為這整個目擊事件 被兩名的水手看到 這兩名機組員就驚呼 哇 它噗通一聲就下去了 好 各位 你要想它是美國的海軍軍人 它能夠用如此受怕 受驚的語氣來形容 就知道它當時有多震撼 但 飛很多艦載機的美國 以當時F-18為例 這些飛官說 其實是那兩個機組員 見怪 我們都見怪不怪 是那兩個機組員沒看過 這個只是光你看了一眼 都可以被我們真的是覺得 哇 那這一幕你要怎麼解釋 你剛才提到的挑釁挑釁 地球人跟外星人還真的開戰交戰過 這個背景是發生在太平洋戰爭的前後 我們曉得1914年珍珠港事變之後 美國人只要聞日軍的轟炸 就是聞日社變 那當時大家都還在這樣的陰影 就沒想到果然三個月之後 陰影化為事實 發生在洛杉磯 之前都還只是在那些島啊 關島啊 珍珠港啊 夏威夷 竟然打到你美國西岸洛杉磯本土了 這個歷史的事件非常有名 被稱為叫洛杉磯之戰 當時在1912年的2月24號深夜 我以當時有一個民眾 他叫戴爾 戴爾回憶 他說因為他們每天都 處在日軍可能會來 攻擊美國西岸洛杉磯的陰影下 所以防空警報的演習 躲防空洞已成為家常便飯 但沒有想到2月4號的深夜 這回不是演習 而是軍方明擺著 將美國洛杉磯所有的燈光停電 因為他們在上空發現了 不明的飛行光點 所以他們要讓那個飛行光點 能夠凸顯出來 好讓美國的防空團 能夠用防空爆彈把它打下來 所以這個是當時的報紙 你看這個是洛杉磯當時的報紙 標題已經告訴你了 我對他打探照燈 而且我用防空相關的這些武力火力 我要把來犯的這些不明的飛行物擊落 所以他們當時停電 然後並且用探照燈去造它 然後載由防空團發射防空炮彈 總共打了2000發 根據我說的洛杉磯民眾戴爾的回憶 他說那時他覺得自己就像自身在倫敦大轟炸般 感覺好像被納粹閃電戰攻擊一樣的可怕 這個是斷規模交戰的概念 你要知道太平洋這麼大 他們是在東太平洋 照理講是東線無散事 對 戰火都在哪裡 都在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的太平洋海戰 可是這回就是打到你美國的本土 就在珍珠港事變的三個多月後 好 那麼國防部熱死後傳出來的消息 民眾也分享 因為這個攻擊長達了好幾個小時 民眾分享的這個謠言士奇認為 這是不是美國遭受到日軍的轟炸機的轟炸 戰鬥機的轟炸 也有人說不 可能是日軍派了飛機飛來 要做心理戰 投船單 還有人說會不會是氣象氣球 不管怎麼樣 都是日軍來者不善啊 是 好啦 最後經過了十幾個小時的攻擊 一陣狂轟猛炸這個攻擊它結束了 但結束前也發生一幕非常戲劇化的畫面 據美國當時的國防單位回憶 說這些不明的光點 在你2000發的炮彈攻擊之後 毫髮無傷 毫髮無傷 毫髮無傷它還故意不離去 在空中盤旋 然後最後變換隊形 以示威般的方式讓你知道 你看得到我 但你打不到我 我毫髮無傷 我現在跟你說拜拜的方式 飛去飛走 所以那時候 美國的軍方對於這樣的過程 感到很不可思議 那我剛才說了 是上面日軍的哪三種可能呢 船單 轟炸機 還是氣象氣球 或者是我們說的懸浮氣球 後來 因為美軍並沒有對這件事情 解釋它真正的來龍去脈 不過造成六人死亡 三個是被防空彈的碎片給砸死 另外三個是活活嚇死 而當時的所有遭遇過這樣的 美國西岸洛杉磯的居民都認為 其實跟日軍無關 因為日軍沒有這樣的科技 他們至今都深信 那是外星人與美國的洛杉磯之戰 繼續老師在現場要告訴我們 原來外星人離我們這麼近 美軍首度證實 他們曾經擄獲非人類飛行員的遺骸 也曾經從外星飛行器的殘骸 逆向工程去打造黑科技武器 但那是什麼呢 沒想到就在同一個時間 即將要退休的美國最高軍情首長命力 他也說出真心話 他說有一些目擊不明飛行事件的 這些情況跟現場實在難以解釋 曾經跟外星人第一類接觸的軍官 甚至說外星人有能力控制我們的核武發射 掌控人類的生死 全世界人都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馬老師有沒有外星人 有沒有外星人 我告訴你 以前美國對外星人全部是封鎖 封鎖再封鎖 最近美國對外星人越來越開始講了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我覺得是外星人要現身 美國先教育大家 有外星人 看他不要怕 好 密立是什麼人 美國參謀聯合會議主席 就是我們的參謀總長 他是美國軍令的負責人 他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 居然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 有些外星人的目擊事件難以解釋 第二個 有些外星人不明飛行物的事情 危及國家安全 最近美國國會又舉一個停證位 這停證位就不得了了 是 出席了三個人 一個 美國國防部專門調查不明飛行物的情報官 那手上很多資料了 都在他資料 他講了兩點 第一點 美國他是宣誓 在憲法前面宣誓 明確講 美國國防部手上有不明飛行物的殘骸 而且還在做立項工程 這個是史上沒聽過的 沒聽過 他第一次他是負責人 第二個 他說了 暗示美國手上還有外星人物 他這個單位很神秘 1930年就成立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美國海軍司令出來講話 他就不得了 他說他2004年當飛行員的時候 看到了不明飛行物 完全不是人類造出來了 他的速度 他的移動 他的長相 都不是任何人類造出來了 第三個 美國海軍飛行員說 2015年 2016年 他在美國東岸 遇到一大堆外星生物 好了 這麼具體 而且你剛剛提到了 有火口在美軍手上嗎 對 還有 逆向工程到底造出了什麼呢 就因為這個聽證會 報了這麼多 而且這些人都是當事人 對 才有秘密 接受華盛頓郵報的專訪 是 才講出了來一解釋 我告訴各位 這只是開始 但是未來一件一件都會爆發出來 可是你剛剛講到了 他先打預防針 是不是外星人開始要出現在我們面前呢 對 好 那最近有沒有些西向有 我要跟大家講 我最喜歡這個 拉斯維加斯的 為什麼拉斯維加斯 因為 這張 這個影片 各位 這個影片不冰光點 若是普通人拍的 你會以為 他有這個 做後製效果對不對 對不起 這是阿拉斯維加警方的密拍器拍到的 警方搜證的畫面 對 密拍器 搜證的畫面拍到 所以這個是警方給阿拉斯加電子台公佈出來的照片 第一個 沒有問題了 第二個 911電話一響 我們家後院出現兩個外星人 所以如果只是光點你可以說要嘛是會心 要嘛是太空垃圾燒出的火尾 但是怎麼會有這個電話打爆 全部警察去嚇死了 為什麼 因為先看到這個 再跑那家去 就一跑那家去 說 有沒有看到人 沒看到人 但那家不是一個人在 全家都在 都看到 他媽媽女兒 爺爺奶都在 都出來通報 說看到兩個 三公尺的 大眼睛大嘴巴 三公尺的外星人 這個不是一般人的體格 注意喔 這就是通報的這個人 這就是他家後院 這警方 哇 有目擊人 有警方拍到的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好 成都 四大運在成都舉行 剛剛才結束啊 成都 白色的光點 看 就這個 啪一下 哇 飛好快喔 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看到 很多人都看到 當然 這個就比較好解釋了 官方說 有可能是火流星 火流星 對火流星 但是這個也不像火流星 注意喔 這個是很多人拍到的 這是隕石畫出來的 好 隕石畫出來 那你說 這個是火流星 是晚上你當然有話講 白天你怎麼解釋 白天看 白天怎麼看得到光 白天你就沒辦法解釋 是 好 我們現在給你看 白天的 這個是什麼東西 注意看這個 這個看 好清楚 是 這一天是什麼事情 那天發生什麼事 英國國王查理斯 對 加冕典禮 登基 對 那天轟轟烈烈的 全世界關注 而且 這個 他加冕典禮的空中分裂式 對 要正在飛越 這個白天漢宮 是 白天漢宮 注意看這麼漂亮 對 那有一個59歲的攝影師 他專門負責拍攝這個的 黑金 他 不是別人拍的 是專門攝影師拍攝 這是加冕典禮的 拍到這個 這個黑點點是什麼 我跟 就不曉得 現在所有人都不曉得解釋 連美國軍 那個英國軍區都不曉得解釋 好 各位觀眾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這個 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所有研究外星人都知道 外星人有四個地方 特別喜歡出現 哪四個 我在電視上一直在講過 一個重要典禮 一個重大災難 一個戰爭現場 一個是核武基地 這四個地方特別容易出現 其中又以英國最容易出現 對 好 為什麼以英國最容易出現呢 倫敦奧運 有沒有拍到不明飛行 有 是 還沒完 最可怕的就是威廉王子的婚禮 四季婚禮 在婚禮前三天 對 一個美國的宗校 說你婚禮那一天會看到外星人 他的預言後來成真了 就四季婚禮那天就出現了 那後來人家就問這個美國宗校 你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是外星人 不是 他說兩點 第一點 英國的重大活動 外星特別喜歡看 看起來像 對 特別喜歡看 第二個 英國皇家空軍有報告給我 這幾天在英吉利海峽 不明飛行物出現的次數突然增加了 他們已經不期而遇了 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一定會來看 是 威廉王子跟凱特王妃的婚禮 所以他預估 會出現 結果 居然在查理斯國王登基那一天 是 又拍到了 馬老師你剛剛提到了 優輔外星人會出現有四個熱區 最後一個叫做核武基地 對 是真的嗎 對好 我簡單講一下 這當然是非常有名的 1967年3月美國馬爾羅 出生這個羅姆空軍基地 太常出現衛星人 幾乎是外星人最常出現一個地方 為什麼特別來造訪 那因為他的指揮官上校 有到國會去作證 作證他就說 我的外星人一出現的時候 我的十枚義勇軍飛彈 帶核彈的 對不起就不能動彈了 那這件事情 當初發生的時候 當轟動全美國 指揮官都去作證 他作證做了三點詳細說明 第一個 不可能十枚義勇軍飛彈同時失靈 太詭異 不是 十枚沒有獨立的系統 要帶核彈的 我如果有一枚失靈沒關係 我另外九枚是獨立系統 那什麼力量 第一個 十枚同時失靈 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核電廠 它有備用發電機一樣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居然美軍沒辦法修復 更可怕在這個 要等了一天之後 到第二天 美軍才把系統修復 所以這個 不是人類可以做到的 好 如果喜歡日本的朋友 我特別跟大家講 甲府事件 為什麼講甲府事件呢 二零二五年 二月二三號 甲府事件五十週年 日本第一次要辦 狂大的 甲府事件五十週年紀念會 要把甲府事 打造成日本第一個 外星堡壘 作為未來跟外星人聯繫的基地 所以你要看外星人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三號 要到甲府去參加日本第一次 外星人狂歡 外星人來過甲府 發生什麼事 我告訴你 甲府事件是日本第一次 看到真正的外星人 這什麼 這兩個小孩 真的照片真的喔 對 這兩個小孩子 從溜冰場 下午六點 交通房間回家 注意看 突然之間 兩個飛碟飛過來 兩個飛碟飛過來 一個來 閃橘紅色的燈 一個飛到他們小孩頭上 趴下 整個黑管子下來 管子上面一個照相機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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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給他們拍照 拍了他們的臉 拍了就算了 走下來一個外星人 直接這麼近看到外星人 走下來一個外星人 有沒有對他們怎麼樣 小孩子不會講謊話 結果這個外星人怎麼樣 拍那個小孩子肩膀 拍這個小孩子肩膀 哇他們有接觸 這小孩子聽到 父母告訴他 遇到熊就裝死 一拍他肩膀 裝死 他碰就倒在地上 裝死 對 那另外一個呢 就跑回家 告訴父母 外星人外星人 父母跟他跑出來 看到飛碟飛走 兩個父母看到他 看到飛碟飛走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 旁邊是有人的 最重要一個證人是誰 寺廟的主持 喔 日本人絕對不會懷疑寺廟的主持 是 寺廟主持看到 路人開車人看到 還有一個環保中心的公務員看到 結果 好 重要來了 外星什麼樣子 長什麼樣子 有這麼多目擊者 130公分高 四個手指頭 身穿 然後有撲 他有拍他 沒有撲 四個手指頭 兩個腳趾頭 更可怕就是 他拍他的時候 他進去一看到 牙齒是銀的 而且只有三顆 只有三顆 是 銀牙齒 代表他們接觸時間很長 這是日本第一次看到 皮膚是褐色的 對 而且起了很深的皺紋 是 哇 這件事情 轟動衣食 馬老師剛剛的描述 小朋友帶回來 居然他就把所有記憶裡面 畫成這個好像通氣海報一樣 對 好 那這是日本第一次真正看到飛碟 看到外星人 是 因此這是 1975年 2月3號事情 到今年 你轉眼快要五十年 所以日本人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正式宣布 甲府市 要在那一天 變成日本最大的外星人堡壘 歡迎日本外星人來 這第二件事情 為了宣傳這件事情 最近 把這個小孩子找出來跟大家見面 哇 幾歲了呀 六十歲 剛好六十歲 找出來跟他見面 他出來說什麼 第一個 都記得 我絕對沒說謊 那是我生命裡面最難忘的一天 第二個 我願意出來 要做人類跟外星人的交叉會 哇 不得了各位 甲府市 日本人從來不相信 居然要成為日本的外星堡壘 今天晚上我們給大家看這一段畫面 來自於日本的鹿兒島 就有人拍到了 洪框的裡面是什麼 飛過了火山口 不明飛行物 幽浮嗎 可怕的是後面 居然跟了一串 今天 社長要帶我們來看到 在人類的歷史上 居然留下了這麼一段罕見的檔案 飛碟 急墜 墜毀 打入了民宅 後面發生了一人串科學 你沒辦法解釋的事 對 景象 十夜大驚奇在哪裡 在鹿兒島的上空 十夜五號 一個幽浮艦隊 就從鹿兒島上空這樣 橫葉過去 而且你看這個艦隊 你注意看 後面那 前面是母艦 比較大 後面整個艦隊 因為它速度不但快 而且可以上下變換位置 很快 那我們講說 外星人之所以可愛 就是它離我們 有時候離我們很近 但有時候又離我們很遠 你看得到 那你又很難靠近它 那我們講說 在地球上其實 不只是這個十夜驚奇 地球上其實有很多的驚奇 就是所謂的地外文明 留下來 我今天要特別講 兩個地球上的最大的懸案 第一個是在哪裡 在1973 1973在羅馬尼亞 一個叫艾烏德地區 它當時是在開一條河 在挖一條河 結果在河床底下 10公尺深的地方 挖到了一個東西 就這一個 這一個它一看就是人造物品 人造物 你看它鑽孔 鑽洞 這個 有人講說這個有點像怪手 我們現在怪手前面那個爪子 後面這個地方 就是從這個河床裡面 挖出來的對不對 對 有人講說 它形狀像那個怪手的爪子 也有人講說 它現代飛機的一種起落架 跟這個長得很像 那重點在哪裡 這個東西一出來 因為是在地底 10公尺深的地方 對 所以客家一定會看地支層 這個地支層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時候的 結果一看 25萬年前留下來的東西 25萬年前 對 因為那個地支層 一層一層它都可以做檢驗 有幾乎一測定就知道 大概幾萬年幾千年 一測定是25萬年 那25萬年 這個東西如果是石頭 那倒也罷了 問題在哪裡 它這個不是石頭 它這個是一個金屬物品 而且是一種鋁合金 你跟我講25萬年前 有一個鋁合金 這是什麼樣的 冶金技術從哪裡來的 對 我們知道 人類在鋁合金的技術 是在1825年 才懂得提煉鋁 1808年 1808年 也不過是200多年前而已 我們的頭25萬年前的事 對 才知道鋁元素 這個東西是 你看它這個切片 切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看到 它一切開裡面是那個 銀色就是鋁 我們現在就來講 鋁合金剛才講 1808發現這個鋁 然後1825 才懂了冶煉技術 鋁合金有多難 你知道即使到1940年代 希特勒 發動歐洲世界大戰的時候 當時鋁合金被希特勒 歸納為全國最高機密 你不能流出去這種技術 很困難 很困難 這個東西在25萬年前 它出現了 第一個它不符合邏輯 你現在25萬年前 智能都還沒出現 它既然出現了 那做什麼用沒有人知道 是一個謎 但它這個東西不應該存在 存在了 它存在了 這第一個 第二 剛才大家看了這個孔 這個孔 我們知道鑽石鑽孔 鑽石機那個鑽石頭 鑽孔機 也是在19世紀末 才開始出現了 你也要鑽孔機 才鑽得出這個孔 對 那剛才講 這個鋁合金 它硬度加上很多的東西 硬度這麼高 一定要鑽孔機 25萬年前也不可能有 你不要說25萬 800年前 300年前 你都不可能有 你去鑽這個鋁合金的這個孔 怎麼鑽出來 它切割成這樣一個完整 剛才講那個孔 又鑽那麼圓 而且你在鑽孔的時候 你還要注意溫度 太高的時候 那個溫度太高 你還會融化和氧化 所以這種東西它很多 不存在的這種技術 它25萬年前出現 第三 後來科學家把它切了一塊下來 切了一塊下來 去檢驗它裡面的成分 你看這邊特別的鋁 佔了89% 將近9成 對 鋁佔了6.2% 其他還有矽 鑫 蜜 銀 鋼 鋼 很多 最主要有12種物質 已知道的1 2 3 4 5 6 6種知道 還有6種地球上沒有的元素 未知 從哪裡來的是什麼元素 不知道地上沒有那種元素 所以這種東西它很判定 天外來客帶過來的一個東西 2.3公斤 這是其中的一個懸案 到目前無法破解了 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要講的是1897年 1897年 那是百年嫌難 1897年在德州 美國德州 德州一個叫埃羅拉鎮 埃羅拉這個鎮 這個小鎮在1897年的4月19號 早上6點多的時候 人們剛起床 有很多人看到天空 有一個很亮的火球 正越過這個埃羅拉小鎮 結果這個火球好像是墜落了 它去打到哪裡 打到一個當地有一個法官的農場 通常裡面有一個風車 它直接撞毀這個風車 大家看這個影片很清楚 撞毀這個風車 這麼準 這個火球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是一個雪茄型的東西 後面冒著熔煙 它撞到這個風車以後 又撞到好幾顆橡樹 橡樹很粗很壯 它把橡樹有了撞斷了 也就是直接這樣插過去 插過去留下很多的痕跡 然後在地上起火爆炸 爆炸成一些碎片 所以當地因為清晨 很多人睡覺中驚醒震動 這麼大的風鳴聲 結果就趕過來這邊看 地上布滿了這一張 地上布滿了這個有沒有 銀色的銀白色的東西碎片 到底是飛來什麼東西撞上去了 銀白色的東西 剛才說是雪茄型的飛行物 那各位知道 剛才是1897 人類飛行物還沒有出現 人類飛行物 萊特兄弟發明的飛機是 六年以後才開始 而且升空 萊特兄弟那個升空的飛機 是木頭做的比較輕滑翔翼的 飛了59秒 1.6公里就下來了 這個是整個天空障 直接衝過來 一個雪茄型 已經比我們所知道的飛機 還要更先進 而且它有一個幾何形狀 它還不是說 你隨便的一個所謂的彗星 就這樣撞進來不是 一個雪茄型 雪茄型 而且彗星如果撞地球的話 或者是隱石撞地球 它留下的是銀鐵 它這個不是 我剛才特別講 它當地基民趕過來 看滿地那個銀色的碎片 銀色的碎片 對 那當天在德州有一個報紙 叫達纳斯報紙 對 特別你看這邊都留下證據 這一張報紙 就是當時德納斯報紙 那個留下的 當時的那個紀錄 紀錄的文字跟照片 OK 那這邊 你知道科學家 碰到這種問題 當然一波一波又趕過來 趕過來這個小鎮 所以這個金屬 他們把它定名叫奧洛納金屬 因為是這個小鎮 奧洛納小鎮 過去沒看過的 對 奧洛納金屬 那奧洛納金屬 當然就要檢驗 跟剛才完全一樣 就是鋁合金 又是鋁合金 對 而且鋁合金這種東西 剛才講 它這個鋁合金 跟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像羅馬尼亞那個鋁合金鐵 不一樣 它裡面成分是含90%的鋁 5%的鐵 其他也是一樣 未知元素 又來了 都是搞這種東西 那你看我們畫面上 所拿的這種東西 這個也是當時撞毀的時候 撿到了像齒輪一樣的 一樣的這種東西 所以證明它是一個天外的灰形物 而不是隕石 不是講的什麼灰心狀地久 不是 那它撞毀以後 後來1897發現 剛才講這個法官叫提姆 提姆 他後世子孫在1957的時候 他的孫子1957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 當時這個碎片很多 因為不曉得這種貴重 他們把它丟到這個農場裡面 一口井裡面 那這個井在提姆 法官的那個孫子的時代 就把它封起來了 對 那為什麼要封起來 因為當時他們看到了 除了這個碎片以外 他其實有看到一具 像人體一樣的東西 但像小孩子 不只是幽浮撞過來 連外星人都死在這裡嗎 對 所以總共有兩樣東西 一個是這個金屬碎片 銀色的金屬碎片 一個就像小孩子一樣的大體 但五官跟人不一樣 當時也搞不清楚什麼狀況 就把它埋在當地的一個墓園 做了一個墓把它埋起來 還立了一塊石碑 當時還磕了這個 你看這個石頭 還磕了一個像這種 幽浮造型的東西 你如果當時有留下來 這個爆炸灑出來的碎片 你一定有很多遺落的地方 或者有些根本就插到地裡面 通通把它找出來 你看這個金屬碎測器 它在探測這一塊地方的時候 發掘地底下 有很多不明的金屬環境 而最主要剛才講了 它不是這個 幽浮撞到橡樹嗎 橡樹有很多撞斷的痕跡 還有插過去的痕跡 它會把一些殘片 直接牽進那個樹裡面 對 結果這個金屬碎測器 我在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下調 那個金屬碎測器 連這個樹都掃描了一次 結果一靠近這個樹 就插過去 插上了那個地方 那個探測器 叫得非常尖銳 這麼久了 那濃度到底多高 對 所以不知道 它就很多的金屬物件 還留在下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才講說 好 那有些丟掉 丟到那個口井裡面 對 簡簡單把井封 你井封了我就把它打開 進去找 結果沒有找到鯉片 但水裡面含了很多的那種鯉 跟鯉結合的氧化的那種水 結果水裡面有鯉 那水裡面有鯉跟含生死一樣 你不能喝 喝了以後會鯉中毒 那這個事件剛好就跟 我們講說這個提姆法官 提姆法官當時把這個鯉碎片 丟掉那個井裡面 但他不知道井水他會滲透 對 會滲透到地下水 對 他喝了很多 包括附近的鯉米 喝了很多種水 那會怎麼樣嗎 那個手 我們其實都有突變 他那個手 整個關節這邊像那個 你看 這個手 整個關節這邊整個變形 整個腫瘤一樣 像腫瘤一樣一顆一顆 是 一顆一顆 所以當地有很多人這樣 那不曉得是什麼意外 後來也是一樣 醫學家過來 才發現他是有鯉中毒 那代表說這個地方 當時留下的那個鯉片 他的真實性是非常可靠 浩瀚的星河傳來最新的消息 馬老師今天要來告訴我們 人類在外太空最浩瀚 最深處的一雙眼 微薄望遠近 居然傳來這個驚天一爆的消息 他抓到了距離 130億光年外的一道光 他拍到了正在噴發水氣的一顆星 到底背後藏著什麼樣的生命呢 而NASA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宣布 秋天要加速幽浮的研究 到底有什麼新發現嗎 各位觀眾 今天的影片跟照片 你一定要看 人類從來沒見過的 實在是 你宇宙深處的景象 第一次給人類弄到面前來 我告訴你 拜登總統親自在白宮主持的這一個公佈的典禮 拜登你看他一直在拍手你知道嗎 他看了自己都拍手 拍手什麼 看著這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弄出來 是 好 這是什麼畫面 這是46億光年前的宇宙的圖像 是 好 各位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41年前發生什麼事情 地球誕生 就地球誕生的時候 宇宙長得是這個樣子 那其中 NASA的署長自己說 其中有的這個光點 對 是超過130億光年來的 這麼遠的距離 所以宇宙大爆炸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138億光年 138億年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宇宙大爆炸時候發生的情形 是 那我要跟大家講 韋伯望遠鏡 是去年聖誕節升空的 對 選擇聖誕節 是 就是要搞清楚 地球宇宙誕生的秘密 好 那他們韋伯望遠鏡呢 升空之後 這是第一次傳出來 這麼驚人的東西 它的任務第一項是什麼東西 找到宇宙大爆炸後 產生的第一顆恒星 第一個星團 它居然照到130億年前的光線 第一個 來大家看 這個是史蒂芬的五重奏 多漂亮 這簡直是 12345五重奏 你在平面看 事實上這個是最靠近我們地球的 因為你既然有前後 但你照起來12345對不對 對 好 這個史蒂芬五重奏 有距我們地球2.9億光年 是 這是個什麼概念 一光年是9.4兆公里 9.4兆公里 它距我們有多遠 2.9億光年 好 NASA的署長親自出來說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光點 這些光點有的是來自 130億年前的光點 講是想都沒辦法想 對 好 來 大家看 韋伯又照這個藍黃狀星雲 這藍黃狀星雲 注意看中間最亮這個 這個白矮星 你看這多漂亮 它這個東西距我們2000光年 是距我們最近的一個 哇 這麼漂亮的一個星雲 我們人類第一次看到 宇宙裡面有這麼漂亮的星雲 最後我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船底座星雲 這船好特別 看這個粉紅色是什麼意思 這像不像我們站在山底 往上看 我告訴你 它是個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正在 剛開始發展的星雲 它的紅色是什麼東西 都是氣體 都是氣體跟塵埃 我以為這個是火焰山的山能線 不是 它都是氣體跟塵埃 是 氣體跟塵埃 那這些大塵埃 很大塵埃 在氣體裡面互相撞結合 我跟你講 這些發亮的東西 都是正在成形的恆星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韋伯傳回來的消息 大家只問 你有沒有發現任何星海 有生命的證據 好 韋伯 我剛剛講兩個任務 一個是找到第一顆恆星 跟第一個星雲 對 第二個就是找有生命的行星 對 好 找到一顆 找到了嗎 就這一顆 這一顆談回來數據 這什麼數據呢 是 就是它有大氣層 對 有水 有雲霧 聽懂的意思沒有 就是 有水就可能有生命嗎 有大氣層 有水 有雲霧 那這跟地球很像嗎 但是有個問題 它太靠近它的太陽 它太靠近它的太陽 太熱了 太熱可能就沒有辦法存在了 太熱 所以我們可能沒辦法生存 但是代表說 它有找到這樣了不起的這個星雲 好 第二件事我跟你講 漂不漂亮 漂亮極了 美不美麗 美極了 裡面 太空裡面還藏著 人類恐怖的滅絕信號 快說滅絕信號 在韋伯傳回來的圖檔裡 不在圖檔裡 在美軍的X37B太空飛機裡 這個美軍最神秘的 X37B太空飛機 2020年5月7號 從卡拉威爾角升空 到今天786天 我告訴你 全世界都在問美國 第一個 它在太空786天 在幹什麼事情 第二個 它起飛的時候 是滿載的 你到底帶了多少東西上太空 你要給我通通交代進度 清單講出來 到底他幹了700多天幹什麼事情 兩年了 兩年了 除了美國知道之外 沒有任何人知道 這個我可以說是美國在外套空 最最玄秘的兩大謎團 一個是韋伯 一個就是個太空飛機 連他自己的盟友都在問 他就不好意思他講了 說我講兩個好了 一個我把空軍的 一個太空衛星送上去了 那大家在想 空軍的太空衛星 去找誰呢 不是 你為什麼不讓SPEC-X火箭 就送上去了 你就可以送上去 為什麼要它 要它 你是要特別的 秘密的佈置些什麼 第二個更恐怖 他說太空軍跟海軍的一項 太陽能轉化為微波 並送回地球的任務 怎麼了嗎 能量轉換而已 我告訴你 太空的太陽能是24小時 源源不絕 沒有被雲霧下雨什麼擋住的 源源不絕 那大家就在想 我如果利用太陽能 把它傳回地球 天下無敵 好 太陽能面板在太空軌道 是沒問題的 怎麼把電力傳回來了 剛剛開始用雷射 但雷射發覺 它耗損 不是 它到進了大氣層 就散射掉了 散射了 而且遇到霧霾 對不起 通不過去了 雷射不行 話在想到 大家裡面都有微波爐 微波爐 我用微波 好 微波可不可以送 可以 它可以傳這麼遠 對 微波有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這是發電站 你要個一公里的發射天線 你要有中繼 然後它進了大氣層 還是力道不足還會散 那怎麼辦 散了之後你要有個 十公里的接收器 十公里的接收器 要多大你才能接收 而且它散了之後 周邊都會被微波傷害到 聽起來很不切實際 因此X37B這一次去 將太陽能總化微波 並送回地球 它把它的密度加大 功率加大 能量加大 變成一個微波數 微波數 打了地球 我告訴你 現在所有科學都說 當微波數達到危險等級以後 它就變成一支天啟之劍 天下無敵 它就變微波武器了 它要這個微波數 打哪離 回哪離 打哪離 寸草不留 人畜不生 我告訴你 更可怕的是專家說了 你這個電廠很容易被駭客入侵 駭客入侵之後 就掌握了這一把天啟之劍 就可以控制全世界 你好歹要旗鼓相當 我要毛跟盾的對決 我沒有一張盾可以擋得了 你的雷波天啟之劍 你以為別的國家不知道嗎 你以為老共不知道嗎 我告訴各位 老共現在沒有太空飛機 我不能在太空張做這個實驗 老共現在在重慶的栗山 設立一個神秘基地 要做什麼呢 也在研究怎麼樣把太陽能 變成微波 用微波輸送過去 老共現在已經在做個實驗跟研究了 當他在重慶這個實驗跟研究成功之後 他已經宣布了 他在2050年前 要把第一個太陽能發電工廠送上太空 太陽能微波 我直接在中間攔截中計 我們講到了關於太空 剛剛我一直在追問馬老師的 韋伯帶回來的星海的消息 背後藏著什麼樣的生命密碼 怎麼這麼巧 NASA宣布 秋天要加大力道去探索優福的祕密 我告訴你 我就不知道韋伯看到什麼東西了 NASA突然宣布 他要成立一個獨立團隊 這個獨立團隊幹嘛 調查UFO 全世界最厲害的太空機構 向外星人正式宣戰 正式宣戰 但是NASA的助理署長在直播上 向科學界道歉 他說我知道這對科學的背叛 這是不務正業 大家一定覺得NASA去調查 這個所謂不明空中現象 空中神秘目擊事件 一定是背叛 但是我們必須要搞清楚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幾乎就是我們講到的 超科學的超級X檔案 大家都覺得那是玄幻的領域 NASA要殺進來 認認真真的嚴重了 但你NASA要殺進來 外星人就不給你面子 NASA一宣布他要成立 這個獨立團隊調查UFO的時候 外星人怎麼了嗎 加州勝利亞科的上空 出現六個神秘光點 先出來兩個 出來六個 再你注意看 所有人都拍到 在上面浮了 你知道這浮了多久 10 一個小時 整整浮了一個小時 所有加州人都看到 看到之後 那個警察電話被打爆 結果警察最後給 發記者會你知道說 他說這是什麼東西 他說這是軍方發射的照明彈 照明彈 最好照明彈還可以排列 一個幾何的形狀 而且先頭是兩個 對 後來慢慢變成六個 是 六個又變成五個 而且超過一個 重點是超過一個小時 照明彈能夠 看到沒有 又變五個 然後照明彈可以在空中浮現 一個小時嗎 一講這種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就電視台 啪 就去問軍方 軍方叮叮 不敢講話 好 那就在這個發生之後 又爆發 同時又爆發一件事情 美國幾十名水兵集體作證 他們在2019年7月 四艘驅逐艦的一個艦隊 對 在也是加州外海一出動 數百架不明飛行物 一直繞他們飛 繞了四個半小時 四艘的驅逐艦 對 被UFO的奇異光點 風群一般的圍繞 而且我告訴你 它是小光點 就是跟著它周圍一直繞 注意看 等到看到小光點 這是夜視鏡 這軍艦上的夜視鏡 都拍得清清楚楚 看到沒有 軍艦上夜視鏡拍到的 然後六個大光點 在6500公尺的高空 在那邊飛 飛了四個半小時 最重要的一個 它那個瞄準器 軍艦上的瞄準器 抓到了一個黑的大光點 更重要的是黑的大光點 最後潛到海裡面去 那是它的指揮艦嗎 就是它 這是指揮艦上的瞄準系統 是 把它鎖定 把它鎖定 鎖定 這是海面 花花花是海面 動作太快了 你看看它 它最後掉到海面上去 所以它可以天上飛 它可以頓到海中 那第一時間 那個海軍情報局副局長出來說 都是無人機啦 無人機 大家就奇怪了 你美軍的艦隊 可以讓數百個無人機 繞著你飛 不合理 不可能 後來武打家就出來 就說 這是一個不明的事件 我們會調查清楚 字幕採取 這裡 咱們 雙